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晚的各项广播节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2年的4月27号礼拜五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来谈一谈一周股市分析 同时要对马上就要进入5月的美国股市 请刘思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点评 那我们在之前都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用email的方式来问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都很有价值 我们会融合在今天的提纲里面一并来询问刘老师 刘老师您好 周小姐您好 玩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美国股市在礼拜五的时候已经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的上涨了 那么看一下在今天各大指数它的成绩表现 同时也回味一下这个礼拜的成绩 道琼斯今天上涨了23.69 收市报是13228.31 本周一共上涨了1.5% NASDAQ综合指数上涨了18.59 收市在3069.2 本周上涨是所有指数的之最上涨了2.3% 标普500上涨3.38 收盘是在1403 终于又上去了并且又守住了1400点 本周一共上涨了1.8% 那么今天呢看到最近一阵子报告的这个经济的数据并不是太妙 并不是太好 唯有消费者信心的指数 现在是创下了一年以来的最高的76.4 那么在欧洲呢也发生了一些在希腊意大利等地呢 他们又卖国债卖的国债当然利息还是比以前卖的要高一点 但是10年算是比较长一点的国债卖出去还是有人会收 这个现象还OK还不错 那大家都众所期待的要看一下5月4号报的在上个月的4月份的南方Payroll的情况 还有要看一下5月6号第二轮的法国总统到底花落谁家 我想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宏观的经济问题 那么刘老师在整个的漂浦500报告第一季度的业绩到目前为止 您觉得怎么样 那这个股市的表现是不是跟这个业绩成正比呢 看起来目前是这个情况啊 这一次的业绩报告好像出乎意料之外的好 所谓好就是我们看华尔街的游戏嘛 就是哪些公司报出来的业绩能够超前 哪些业绩报告出来之后是落后的 所谓超前落后都是跟市场的预期来做比较 那这一次啊 如果我们看S&P500这500家公司到目前报告出来大概200多家的样子 超前的这个比例非常高啊 这个超前的比例大概高达快要八成 以前上一个季度不到六成 就是不到六成总共报出来500家的股票 只有300家左右不到 能够超前市场的预期 这一次是八成到目前为止 那这个趋势看起来就相当的不错啊 那如果我们再加上其他的不是S&P500的这个股票的话 也是很好啊 也是而且呢这个看起来好像在报告出来以后 往上蹦的就是往上跳的那种那种幅度啊 一天的涨幅啊 也是很好的到我们不讲今天的Amazon Xpedia 甚至不讲不讲这个星期三的Apple Apple 那这个平均起来啊 能够往上就是就是报了业绩出来之后 第一天的这种涨幅大概是平均是0.47% 这是所有所有的股票啊 所有的股票有的跌了有的涨了平均起来 那这是连续的大概第三个季度 业绩报告出来以后是上涨接近0.5%的 所以看起来都在业绩这方面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而且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一季的业绩啊 大概一年多以前就开始 就大家都已经大家都已经在做这一 就是2012年第一季度的业绩的预期 那这个预期呢经过一年多的慢慢慢慢往下调降啊 调到现在调到大概一个多月之前 这个数字不再往下降低下去 甚至有些分析师已经把这个 这一个季度业绩的这个整体的预期往上面提高了 哦 所以在业绩这方面都没有问题 看起来都是都是很好的 嗯 OK 所以业绩这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有一点心安了 不但是把这个在标普500到目前为止 出的业绩的将近73%到80%都是beat estimate 并且把以前调低业绩的部分呢 也万万慢慢往上修正 这一次好几只公司 他就像刚才刘老师也提到的 像礼拜三盘后的Apple 像昨天的Amazon还有今天的Expedia都是上涨 上涨暴涨百分之二十多了百分之三十多 这样子这么大型股的猛猛烈的向上跳 这种情况在过去一阵子好像实在是不多见 那这个就像像我让我联想到这个很难让任何一个独立的投资人 说是在赌业机在之报之前就先把它买进来 谁有这个判断力 谁有这个胆子 可是我又觉得现在的股市似乎是要看报稍微长期一点 并且要挑选各股的的时候 那在这方面 刘老师您一直都是说现在不能只做最短期的了 现在要看长期一点 并且在3月24号在我们举办的飞龙得意需竞欢里面 您就提到了您持有Expedia的股票 今天那您的成绩替客人操盘的一定客人非常高兴了 对啊 因为这档股票我一直觉得它很好 我当然我自己也是它的客人啊 那在我发现它蛮好的 就是因为上一次报业绩的时候它报的一塌糊涂 但是报了业绩那天 跌了一天下来就不再跌了 所以我对它就就就就蛮有信心 另眼相看着啊 对对对 然后然后就在就在这个这次报业绩之前 就就不断的在加码嘛 嗯 所以这个这这这这这档股票是今天让我蛮高兴的 嗯 这种就是 但是我们现在做股票要真的要往长线看 当然这往长线看 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去买那种极优的蓝筹的股票 嗯 市场上我们盘面上很多很多很好的股票 这些很好的股票 它甚至在它的行业里已经站起来 但是它算是嗯怎么讲还算是蛮蛮新的股票啊 那这种他们还有很大的上涨的空间的这一类的股票呢 旁边上很多很多 哦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像我举个例吧 像像 vmw啊 在我想在湾区的人大家都知道vmw 这个做做这个 他这个应该 嗯 以它的业绩 以它的这个科技来讲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112块 一毛一 对 它现在的股价 也只不过是比它上市的股价 多出来 大概高出来 大概230%吧 哦 所以跟上市IPO的价格有关 上市IPO的价格是70多块钱 啊 对不对 现在100多块 它是没有错 它碰到金融公报的时候 跌到大概只有十几块不到20块钱 可是你看他从2009年一路涨上来 几乎就没有停过 就是去年的时候上下震荡 上下震荡一段时间 现在开始亮缩了 亮缩下来 然后往上面有要突破的样子 这种股票我是觉得说 往后有多大的上涨的幅度 天才知道 没有人知道 这种股票就是值得我们长期去持有的 当然也有一些跟他同性质的 这次业绩报告出来相当不错的 只不过是涨得比较多一点 像这个FFIV 他在他的行业里也是几乎是独占的 这种股票就 虽然他涨得蛮多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用长线的眼光来看他们 不要去为了一点点三块两块的小利头 去抢一个业绩的报告 报告好了 然后就当场把它卖了 不要这么想 我们还是要做比较长久的投资 有些股票新上市的 上市的时候 它的价格就很高的 例如说像Lincoln这档股票 LNKD吧 应该是 LNKD对的 LNKD 它上市的时候就是七八十八九十块钱 对不对 现在一百多 109.72 对 它现在又接近它的上市以来的高价 这档股票 以后当然它会碰到一些那种 就是辅导它上市的这些人手上的那些股票 将来要卖出来的时候 它一定会碰到这些卖业 可是它现在就能够有这种表现 可见它是 大家看好的股票 而且如果我们去看看它基本面的话 它也 也蛮赚钱的 其实股票不赚钱的 比较多 像这种赚钱的股票 反而比较少一些 那这种股票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去仔细的看一看 然后找一个时间介入之后 能够做一个比较长久的打算 那它上一个季度 去年度 就是过去的12个月 它赚了5亿多 就是它的营业额有5亿多 对一个 对一个internet的公司来讲 上市没有多久 它一年的营业额有5亿多 就是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它的business model 的确是跟其他的social media 有一点不同 它有它的独特性 它收钱的嘛 对 参加它的social network的话 你还要付钱的 这才是人家赚钱之道 刘老师刚才一共提出了几只公司 这几只公司的图表 大家有空的时候拿起来看看 它都有相似之处 比如说LNKD 还有F5 FFIV 还有Xpedia EXPE 这下还有VMW 它们的图表真的 都是有它的相似性 都是朝右上方 这样子很稳定的往上走 那这是一个 那在选股的方面呢 刘老师您会不会在 您自己的头脑里面 挑选一下 比如说有几只股票 蹦出来 值得您 在您自己的雷达幕上面 再要考虑了 会不会挑选说 我要买标普500里面的成分之一 我不要买 名不见经赚的 或者是太便宜的这些股票 这是不是您的思路 那我绝对没有这种想法 它是100块钱的股票 实际上三位数字的股票 我跟任何的散户投资人一样 看的三位数字就买不下手 对 因为我习惯上一买就是500股 500股1000股这样子买 那一看的这个100块钱的股票 我买1000股的话 我就要10万块钱 这个有点买不下手 我想我们散户投资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当然我在我的这个选股的名单上面 也有一些20块30块钱的股票 也有一些怎么说 就是甚至十几块钱的股票也都有 那但是呢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想要去买低价的股票 对不起没有了 对不对 已经从 你想想看从去年10月份涨了 现在涨了多少了 好的股票不是 早的已经涨上来创新高了 对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去要看到那种 在新高的股票 在它的历史高价的股票 我们已经现在避免不了 一定会碰到那些 反而会想想看 如果它现在距离它的 2011年去年的高价 还有30%才达到 那股票反而是弱势的股票 反而不是我们要的股票 你想想看像Intel Microsoft都早的已经突破 他们最近这几年以来的高价 对不对 哪还有什么便宜的股票可以找 没有了 的确是 OK 那这样子的情况就是 选股的范围就要更扩大一点了 有的时候先从sector来看 从经济面看 但是大家又想到了 哇黄金 黄金是多年来投资人的宠儿 甚至有一些人的portfolio 有占有5%甚至高达10% 都是黄金股 有的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卖出 像现在的全球的经济的这种味道 这种温度 到底有哪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是影响到最近的黄金价格 又下跌了 那么黄金未来 比如说三到六个月的远景 又是怎么样呢 刘老师 我想三到六个月 大概是跑不到哪里去了 但是黄金原来它的反应就是钱 如果说市场上的资金多 央行再释放资金出来 然后再加上美元的汇率 这两件事情让前一段时间 黄金涨了很多 大家都觉得是央行 肯定是要放钱出来的 QE1 QE2 然后QE3 什么QE2.5 现在好像大家觉得说 QE好像不太像 那这是第一个了 第二个就是说 QE我们美国的QE 好像不像是短期之内要实现的 但是欧洲那边很显然 还在放钱出来 所以欧元要扁 美元要涨 那这种情况 而且我们最近看到日元 前一段时间也跌得很凶 所以大家对美元的汇率 感觉到有点担心了 美元大家认为说 美元可能 我想大部分的人 现在开始认为说 美元可能会有一段涨幅 那所以黄金就没得表现了 那看它这种状况 黄金这种东西 它在 怎么讲 它持续一年的整理 也都可能的事情 比如说像2008年几乎 它就是整个这大半年 我想大概有四分之三个年份 是在往下跌的 2008 所以它再多整理个几个月 应该是不是什么 让我们意外的事情 好 所以黄金的价位 也跟自己本国的货币的强弱 或者印钞的多少 有直接的关联 还有如果没战争的话 又是另外一番春秋了 那如果战争一产生的的话 这个原油和黄金 又要开始波动起来了 OK 好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替我们讲评 股票前景的是刘思 刘老师 刘老师 好的听众朋友 那么之后我们回来 要来仔细的看一下 有几只在之前听众朋友 来问到的这些个股 在每一个行业 都有它的特别的意义 当然最近几只热门股 比如说像Amazon Apple 如果说你有600块钱 你到底是去买一个iPad 或者是买一股Apple 这个你会怎么样的回答 好 听众朋友 我们马上就回来 本节目由Para Capital Management 赞助播出 富德资金管理公司 电话650-968-2682 网址www.parahcapital.com 以德致富 慈善为怀 嗨 Amy 听说你刚买了房子 价钱很合算 是的 我的地产经济可有眼光了 房子原来很旧 它让我看到钱在价值 帮我砍价 给我装修的建议 这不刚装修完 比以前漂亮多了 你的经济是谁啊 他就是湾区有名的Lisa Yang 他的电话是408-393-3951 哦 是Lisa 我另一个朋友的房子是他卖的 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408-393-3951 408-393-3951 Fortune地产贷款 资深Broker Alice Liu和麦克苏 信誉卓越 诚信敬业 高效热情 客户第一 专精学区一流 房屋宽心 价格合理的 San Ramon Dublin Pleasanton 东湾亚裔业基地一名 请致电408-215-8883 408-215-8883 925-319-7888 Alice Liu 麦克苏 昌星珠宝 明表现礼 百达斐力 百达斐力 享誉全球 1839年以来 卓越非凡的制表技术 不断创新 为国际收藏家一致赞赏 百达斐力 代代相传 由您开始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开创您自己 百达斐力的传统 请急光临 昌星珠宝 盛河西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查询请电408-983-2688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刘思 刘老师您好 您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刘老师 在罗省的AM1300 有一个节目 每天晚上八点钟开始 是叫做赚钱的时间 这个节目就是由刘老师 来担刚 他在洛杉矶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股票的点评价 并且他也教齐全 以及其他还有其他的课程 我们的听众朋友 电话打来的很快 问的问题呢 他已经上了option668.com 他看到有一个 交齐全的课程 他wonder这是怎么样上法 那么因为我们是在矽谷湾区 我们到底不是在洛杉矶 很想要学习好的齐全的操作的方法 该要怎么样participate这堂课 我这个齐全课分成四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当然就是入门 这个第一个单元 现在已经 就是我把它做在光碟上面 在CD碟上面 是一个powerpoint的一个档 然后再加上我的声音 实际上这是一个中文的教学 就是我们用中文来讲 讲齐全 但是呢 我把一些我讲的要点 放在这个档案上面 如果用电脑去 去看这个CD碟的话 不但可以看到 我写的这些教学的重点 同时也有语音的教学 就好像到教室来上课一样 哦哦哦哦哦 所以完全没有时间的阻隔 对完全没有 你随时可以看 然后如果觉得需要再看一次的话 可以再反复的看 都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我们自己学到一半不通了 有问题要怎么办呢 有问题当然可以写email来问我 写email 同时啊 我这个课程还有另外一项服务 就是你光学了没有用 学了还得要亲手自己去做 所以每个星期啊 我都会发一个email 给所有上课的这个来参加的会员 跟他们讲说 我们这个星期来做些什么 就是等于是一个操作的建议一样 那这个操作的建议就是 符合我的课程 等到往后课程再深进一点的话 我们就会做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集权 那这个如果来参加的话 为期一年分四个不同的课程 每个课程大概就是两三个月 就有一个新的课程出来 嗯哦原来如此 好刘思刘老师的网站是 www.option668.com OK那这个根本不管人 是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都可以借由 都有光碟然后搭配语音来自己学习 并且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写email给刘老师 对实际上湾区那边已经有大概超过十位来参加我的课程的 已经有超过十位了那同时我过去几年曾经主办了两个这个投资俱乐部 湾区那里也有大概有三四三四十个我的投资俱乐部的会员目前还在 我们的俱乐部还在还在running之中 嗯OK所以在西谷湾区也有很多刘老师的学生 OK哇今天朋友们问到的问题都有一点像amazon这一种 第一只股票是绝世J-A-Z-Z 这个股票今天是跳空上涨 然后是收盘在51块7毛2上涨了14.42% 是是这它是创了历史新高这档股票我自己本来本来也有 但是我前几天把它卖掉了非常可惜啊 为什么把它卖掉因为它过去这大概三四个月看起来像是一个头肩顶的这个 对啊这个状况而且跌破跌破颈线 嗯我在跌破颈线的时候把它卖掉 我准备在底一点的时候把它捡回来 结果我没有注意到它报业绩因为实际上这一档股票我们知道它业绩一定会报的不错啊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它的这个做的药啊是是比较独家的 好像没有没有别人在做它这一类的药 所以它的它的业绩一直都很好 嗯嗯嗯嗯那如果有的话如果今天跳起来了手上抱着不要放 哦不要放 对这是好股票我是觉得说它是值得长期是持有的 OK这个是Jazz好下面一个这个股票它它的图表虽然没有跳空上涨但是持续上涨哦代号是QCOR 是一个做药的公司 对 QCOR也是一个药厂也是也算是一个药厂它也是在历史新高它也是在历史高价的地方 那它们做的药怎么说啊 就是应该讲说是跟Jazz一样跟Jazz差不了多少就是比较稍微偏门一点 比较独门一点 那他们那种药并不是像 像Pfizer做的那种 每一个药都可以卖上 好几十亿金额的那种药 他们的药卖的不是 单价很高利润很高 但是不是那么普遍的药 这是专门针对某一种病症 来治疗的药 所以这种公司 我觉得迟早 迟早会被大的公司并吞掉 被应该买去 问题是他现在的价格 恐怕不太容易有大的公司 尤其最近大的西药厂 他们本身的股票的表现 不是那么好 所以他们要用 他们自己的股票来买 这些公司的话 恐怕有点吃力 不是很划算 如果有一段时间 轮到这些大药厂 涨个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起来的话 也许我们就会看到 有一些这种比较小的 BioTech的股票 或者说是那种 独立的制药厂 会被收购 好 QCOR 这个是问到的第二支 第三个问题 听众朋友想要知道 所谓的Sale in May 会不会在2012年 不见得会发生 我认为今年特别不容易发生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这次股票涨起来 从10月份涨起来 我们散户参与的 非常的低 参与的程度很低 散户参与的程度很低 很多人都没买进 对大家都不敢买 从10月份开始涨上来 就不敢买 到现在不是更不敢 因为今年8月份 被他争怕了 那一直到现在 而且几乎涨上来不停的嘛 没有 几乎没有说 回档超过5% 10% 当然更不要讲了 5%都没有回档 那所以好像散户是想 拉回来 往回调的时候 我买进 但是看看 4月初 到前一个星期 拉回来3% 4% 也没有人敢买进 对呀 那 散户不买进 还有另外一个 但我 因为我 我经常跟我的会员们 在在沟通 我也知道 他们不敢买股票 那我也知道 就是说 大部分的散户 不敢买股票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去看 就知道散户没有介入 就是小型的投机股不动 都是大型股在动 看看就是那些高价的股票 有几个人愿意去买 Apple Computer 这六百块钱 就是 对不对 只是 明明知道 哦 市场上现在看到 看到Goldman Sachs 看到750了 有人看到一千块钱去了 对 但是 自己就下不了手 对 下不了手 如果Apple说 我分股一分十 好了 就有人敢买了 对不对 那所以这种情况 而且我们 我每天都在看 哪些股票在动 几乎全部 只要 大涨的局面 小涨的局面 只要是涨 多半都是 某一类的大型股在带头 不是投机股 那表示说 散户没有介入 那这种情况 就没有什么Selling May 因为 因为华尔街的人 每天都在上班 也是要等到八月份 才放假 所以 我觉得 再加上今年是选举年 选举年之前 他们会布局 可能布到 也许到八九月那边 时候再来个大震荡吧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一次的 所谓Selling May 可能如果跟 前几年来比的话 今年是最不容易 看到的一个现象 OK 原来如此 OK 好 我们今天的上半场的时间已到 刘思老师的网址是 www.option668.com email的地址是 option668atgmail.com 寄一个比较重复的数字 字和letter就是 option668 就好像孪生的兄弟一样 很好记得 好的 刘老师 今天非常感谢你了 在周末之前 来给我们做股市的讲评 那我们下次再谈了 谢谢你 好 拜拜 听众朋友 今天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我们再进一段工商资讯 就来访问南湾过敏的专科 博士 他是徐安林医师 马上回来 以上节目内容 仅供研究参考 并不建议买卖任何特定股票 好消息 好消息 金钻子贷款公司 全新推出 Super Jumbo Loan的最低利息 只要符合两个条件 最高Long to Value可达80% 最高可贷300万 全加州均可 30年固定4.375 投10年固定3.75 投7年固定3.25 投5年固定3.0 天上掉下大馅饼 聪明人一定要抓紧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an.com查询 Frank Liu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6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住宅 商业地产 短售屋 把拍屋 EB5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 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 Frank.Liu88 at Yahoo.com Frank Liu 祝愿大家假期愉快 和家平安 妈最近长腰三倍痛 妈 不然我们就出去 走一走 动一动吧 好啊 去哪儿啊 世界日报要在 Cupertino 王瑞 Park 举办母亲节运游会 有免费议诊 和奖座 上百趟位可以逛哦 现场有创意料理大赛 点好报上的抽奖券 还可以抽机票 还有限量礼物 但我们要早点去排队 5月12、13日 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世界日报母亲节运游会 爱我妈妈影像健康 活动专线 6929936 听说最近房屋贷款 利息又降了 我也想重新贷款 哎 Robert 重新贷款会不会很麻烦啊 不会的 我刚刚才做完refinance 每个月可以省很多呢 虽然现在银行 比以前要的文件多了些 但我的贷款经纪 Cindy刘 或是Andrew B 在一开始就想到了 不但替我拿到 很好的利率 整个过程也非常顺利 连最后的签名 都是在我家里做的 他们公司还帮我规划 如何投资地产 而且啊 还有专职的CPA 替我解答税务上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条龙的服务啊 我用他们的服务 已经快十年了 是绝对可以安心信赖的 哦 那太好了 这样一条龙的服务 就是我想要的耶 怎么样联络他们呢 你可以联络Cindy刘 或是Andrew B 他们的电话也非常好寄哦 408-306-6688 408-306-6688 他们公司还有网站 www.longarmtime.com 你也可以email到 info.longarmtime.com OK 我马上就联络他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 现在到了我们的空中医疗站 现在由我们来介绍 今天我们的嘉宾 他是在南湾 South Bay的Ellergy 还有Astma Group的主治医师 他的名字叫做 徐安玲医学博士 徐大夫您好 周乐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又在空中 继续来访谈您了 我们在上个星期呢 谈到的就是哮喘 在气喘的部分 我们因为问题中间的 细微的一些知识 要解释的比较多 所以都不能够尽兴 不能够讨论完毕 那么在今天的持续 上个礼拜的话题 也是应听众朋友之邀 那我们在做过两次的访谈呢 主要的是想要让我们中国同胞 就是要有多一点的知识 来接受过敏的这个事实 并且像现在是在春天 这种过敏的事实呢 脑人的事实 已经father到很多人 大家要有正确的态度 然后做积极的治疗 比如说吃一些 prescription的过敏的药 或者是打脱敏针 那以前有一些误差 还有一些误解 都是认为打脱敏针 有什么什么的side effect 不大好等等 那么徐医师他本人就是受困于 也非常被烦恼 就是备于这个过敏 然后徐医师自己也是多年都在打过敏针 你看徐医生自己也是一个人 然后自己也是施打的 然后他当然会对这方面研究的很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气喘之前 我们希望徐医师把这种敏感过敏的方面 给我们做一个整理性的说明好吗 好 我现在是春天的时候 所以大家比较注意到的 这个过敏的问题 当然是像花粉过敏啊 打喷嚏啊 流鼻涕啊 眼睛痒啊 还有这个气喘方面 但其实过敏可以影响身体的任何的部分 所以其实过敏 我们知道有食物过敏 药物过敏 还有过敏性的皮肤的问题 等等 所以呢 其实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方面 那如果只讲我们现在春天的这些 比较突出的过敏的问题 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和过敏性的这个 结膜炎的话呢 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 可以做些测试啊 血液检查或者是皮肤测试 可以检查出对什么样的东西过敏 那有些室内的过敏源呢 可以做些清除 那然后如果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药物 可以副作用也很小 然后有一些甚至over the counter可以买到 所以它治疗效果也不错 但是过敏比较厉害的 就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比较厉害的病人 还有有过敏性哮喘的病人 我们一般会比较强烈的建议打脱敏针 那脱敏针呢 它其实是育苗的一种 它是在西医当中非常少见 被保留下来的这种 全自然的治疗方法 它已经到今年有101年的历史 那它最主要呢 是通过以这些过敏源提取月 注射到身体当中刺激人的免疫系统来产生 自己保护性的免疫力 那它有可能会治愈过敏 因为它是一种育苗 那它真的很安全 连怀孕的妈妈都可以打脱敏针 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多年 二十年的这个过敏患者 我以前是很怕打针的 所以不停地在吃药 用药 后来有一天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就开始打通敏针 那我现在觉得 虽然是有要打的打针 但是这个过去的这些三年当中 我觉得这是我 这是我这一辈子当中 做到做的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所以有合适的病人 这个脱敏针的治疗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好的 徐医师 那我再问一句 就是是不是所有的有过敏症状的人 不管他是食物啦 过敏或者是药物过敏 或者是皮肤就是直接过敏了 他会不会因为检查而查不出什么原因 是的 其实因为我们人 可以这么讲 我们人的免疫系统呢 出他 我们人的免疫系统就好像 这要从免疫系统上讲 我们人的免疫系统就好像 保卫一个国家的军队 那这个军队呢 他当然不会说 什么样的目标都去攻击 那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不必要的伤害 所以这个军队呢 他做 这个我们的免疫系统 他一般来讲 需要做两个step的判断 首先他要判断 他遇到一个东西 不管他碰到的是血当中 或哪里 皮肤上碰到什么东西 他首先做一个判断说 这个东西是我自身 还是外界 所以如果是自身 他就必须要不反应 他要tolerate 他不应该对自身的东西 有反应 那在这个判断 如果做错误的话 这个病人就会有 叫做自身免疫型的疾病 那就一大类 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 红斑狼状等等 有上百种这样的疾病 那如果他判断是外界的话 他要下一个判断 就是说他是对人体有害 还是无害的 那当这个判断错误的时候呢 这个人就会得过敏 就是过敏症 就是总体这个统称来讲 但是我们人每天接触的 这个外界的东西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种 你其实可以用来测试的 只是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有很多的化学物质的过敏 甚至很多其实药物的过敏 我们根本没有 没有医学 现在医学当中 没有任何的方法 对他进行有效的测试 所以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形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有过敏 但是查不出来 只是因为我们找不出来 那当然有的时候 有一些其他的病 他看上去像过敏 但他其实并不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也查不出来 原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在做检查 有没有过敏 对什么过敏 如果说检查出来 是没有什么东西 是原因的话 并不表示 他就是没有 对任何的异物过敏 只是因为这些检查的范围 不够大 是 当然我们现在能够检查的 这些可以用来检查的 这些东西呢 它当然是最主要的 一些过敏原因 这是为什么 医学研究在过去的时候 是比较注重在这些方面 它总是一些常见的东西 先去 先去develop这方面的测试啊 那但是有的时候 确实会遇到一些情形 这个病人对一些 不常见的 也是有可能引起过敏的东西 那它产生过敏 那没有可以用来测试的东西 我们过敏科医生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 你有可能对任何东西过敏 所以有病人就会说 这个也会过敏吗 这样也会过敏吗 所以我们过敏的医生就讲说 理论上来讲 你是可能会对任何 不是你本人的东西过敏 都过敏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这可能性大小是很不同的 对 OK 哇 越听就是越稍微明白了一点 不单是对过敏 对所有的病 我们心里面都好像心智大开的一种感觉 那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 徐安林医学博士 因为我们的湾区的地点实在太大 所以徐安林医师呢 他是在湾区有三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都有他的诊所 来服务住在湾区的各个角落的病人们 首先他是以在Mountain View为中心的 就是在Mountain View附近 El Camino Hospital附近 靠近101 237还有85有一个诊所 另外呢 在O'Connor Hospital 是在Highway 280和880交叉口不远的地方 也有他的诊所 另外还有一个在Good Samaritan Hospital 在South San Jose Campbell Los Gatos这一方面所住的华人的朋友呢 也可以借着这个地利的因素 靠近Highway 17和85 这三个点都可以去看病的 那有一条总夸的Appointment Hotline 也是408-286-1707 408-286-1707 那么朋友们就要想知道了 关于自己的Health Insurance方面 到底徐安里医师这边有没有包括呢 是的 有包括HMO PPO 还有Medicare 那么都有的 所以一个电话都可以解决您心里面所有的疑问 这个电话就是408-286-1707 好的 徐医生 那我们在这个过敏方面呢 就暂时先打住 我们就要回来讲到上一次所说的 Astma 气喘 哮喘是同一回事 那我们上次讲到 其实对于在怀孕的母亲 从自身开始就可以杜绝一些 把这些可能有哮喘的基因传给自己的胎儿 是这样的吗 基因的来讲呢 这个大概是没有办法把基因 阻止基因的传递 因为人的基因事实上在你这个受精卵结合的时候呢 这个小baby他的基因已经定下来了 但是有很多我们怀孕的妈妈 或者是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可以让他的肺功能 整体的肺功能会更加强壮 而且减少Astma的发病 在孩子当中发病的可能性 那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 不是在怀孕的妈妈可以做的 有两个最重要的事情 一个就是怀孕的妈妈不可以抽烟 我们上次有讲过 然后最好不要在二手烟的环境当中 所以虽然你的孩子没有直接吸收 吸到这个烟味 但是你妈妈吸这个烟 这个孩子就很容易非功能低下 而且容易有哮喘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上次讲了 没有全部讲完的 就维生素D的这个问题 对的 是 那怀孕 他们有这个医学研究发现说 怀孕的妈妈 他如果维生素D 这个 这个他的水平比较低的话 这个孩子就容易得哮喘 而我们现在知道 维生素D是跟很多很多人体的疾病有联系 我们以前觉得维生素D缺乏 这个人比较容易有骨骼上的问题 骨骼肢疏松啊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事实上他发现 现在发现他跟很多的 比如说 这个Colesterol啊 就是胆固醇的量啊 然后心血管疾病啊 这个大肠癌啊 还有很多的自身免疫型的疾病 都和维生素D有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补充维生素D 那对自己的健康 还有免疫力不就提高了吗 是 可以这么 是可以这么讲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人维生素D supposedly 这个正常的血液当中 维生素D的含量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如果你已经属于在正常范围的话 维生素D如果吃了大量 超量的话 它这个是对人体有toxicity的 是会有毒性的 因为维生素D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 它不像维生素C啊 这些B啊 它可以通过人的肾脏和小便排出去的 因为那些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不会在身 那些维生素不会在身体当中积存 而维生素D呢 它是有可能在吃大量的话 在身体当中积存 非常非常高的情况下 是会有toxicity的情形 哦 明白 但是我们是让现代人的生活习惯 因为经常都在室内 吃的食物也都是process的食物 所以可以说现在 差不多有两个人当中 有一个都是维生素D缺乏的 缺乏 对 所以如果有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比较哮喘 比较厉害的病人 我现在已经开始给他们测 这个维生素D的level 那如果需要的维生素D的level 就是能够帮人调节免疫系统的 维生素D的level呢 我们一般要求至少30以上 如果在这个level以下呢 我就会建议我的病人 来supplement这个维生素D D也有好几种啊 比如说D17啦 D等等的 那是要吃哪一种D的维生素呢 这个 其实因为周乐上次有问我一些 有关维生素D supplement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自认在这方面不是专家 因为我不是个营养学科的医生 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 我找了我一个营养学家的朋友 然后问他 向他询问了一些有关维生素D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可以 是有备而来的 维生素D呢 它的replacement最好 当然你最好如果是 如果想用药剂的方法呢 是维生素D3 D3 对 它是最prefer的 维生素D的supplement comparing to其他的supplement 它能够更好地保持 你学当中维生素D的level 那当然我 我就想跟大家讲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的食物 当中有天然的维生素D 例如 比如说 这个一些深色的蔬菜 比如说一些 像这些海藻类啊 或者海带类的这个食物 还有一些nuts 就是这个 像 坚果类的食物 像杏仁啦 核桃啦 对 一些深海鱼 像salmon啊 这些也是有维生素D 然后我们知道 最常可以用来 食物当中 增加维生素D的 就是牛奶和奶制品 啊 牛奶 是的 那如果说豆浆 就跟牛奶完全不一样 豆浆里面就没有维生素D吗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黄豆本身 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 所以其实豆浆里面 也有相当多的维生素D 那我觉得 至少我们在美国 因为美国人比较习惯喝牛奶 对 而且它 你知道牛奶 其实天然的牛奶里面 本身就富含维生素D 嗯 但是现在呢 嗯 这些厂家呢 还会再往里面 supplement维生素D 哦 所以事实上 你如果想要一个 最concentrated的食物当中的 维生素D 事实上奶制品 是一个 大概最容易 而且最最好的选择 哦 太好了 那我 我相信在听众朋友里面 一定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 就是 从小就喜欢喝牛奶 对啊 现在有更好的 更好的原因要喝牛奶了 对了 对了 维他命D 就是自己的维生素D的level 是不是 很正常 有没有在30之上 可以经过徐医师这个地方的测验来检视 或者是在家庭医师在验血的时候 也可以checkmark勾起来 也可以查到自己的维他命D的含量是否正常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徐安玲医学博士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便利于广大的矽谷湾区 所有各个地方的病人的话 一共有三个地方有三个地方的诊所 一个是靠近Mountainville的El Camino Hospital附近 另外一个是在靠近Ocano Hospital旁边 另外一个就是在南San Jose的Good Samaritan Hospital 主要的有一支热线电话的预约是408-286-1707 好我们现在略做休息 休息片刻 精彩继续持续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恰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买卖房产是大多数人 一生最大的投资决定 找一个不仅了解房产市场 也熟知金融投资市场的顾问 来帮助您把握市场动态 做一个最佳房产投资决策 才是个明智的选择 Sophie Shen是极少数拥有注册金融分析师 资质的房产经济 精通房地产贷款和金融行业 各种类别及情况 即信心 经验 诚信 耐心于一身 请与Sophie Shen联络 电话408-799-2558 或查阅Sophie的 siliconvalleyhousingpost.com 只因为 You deserve the best 李俊哲牙医博士是湾区唯一拥有直牙假牙 两个专科学位的直牙权威 李医师担任NYU直牙专科副教授 教导世界最新直牙技术 李医师也是假牙美容专家 诊所特赦一般牙科门诊 维护您全家牙齿的健康 李医师定期举办免费直牙假牙美容讲座 参加讲座者赠送500元优惠券 欢迎电话报名 李俊哲直牙假牙专科 位于Sanivale Costco附近 诊所电话408-830-0123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恰谈详情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矽谷华人电台 在每周一至周五的晚间 七点开始为您准备的广播节目 我们所有的电台还有电视节目 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重复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有一个新的网址 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 就是www.svcmedia.net 是不是很好记呢 好的我们现在再度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是在南湾的就是South Bay Allergy and Asthma Group的主治医师 他的名字叫做徐安玲医学博士 徐医师您好 徐安玲你好 OK我们讲到哮喘 讲到气喘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从一个小baby的时代 甚至在母亲体中的胎儿就可以避免的 同时生出来以后呢 同时生出来以后呢也可以透过哪一些事情来加强他的肺功能 避免他以后长大会有哮喘或是气喘的发生 我们请徐医师告诉我们好吗 好是 首先要我觉得这是对所有的孩子都有帮助的就是说怎么样来增加肺功能 那我们知道人成年之后过了生长期之后人就青春期之后就人的身体定型了 包括你的肺和气管都已经定型了 至少这个数字呢是不会再增加了 只是有可能会往下减 但是呢在孩童这段时间呢是这个正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以前医生都经常跟小孩讲说你要去锻炼呢 经常的锻炼呢你不仅长得高 而且你的你的肺功能呢也会增加 那这个呢好像是一个common knowledge 但是以前呢并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医学研究来证实这个事情 那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一个西部的这个 一个过敏学会的这个会议的时候 有我们全国甚至是全世界在这方面的专家权威 他做了一个大型的研究 他说这个还没有发表 但是他在研究当中发现 当这个孩子能够regular的锻炼的时候 就是 定期的运动 对的定期的运动的时候 他的肺功能就会比别的小孩 不定期没有定期运动的小朋友要高 那我就问他说 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有产生了哮喘 就说他没有哮喘 也许是这样 但他已经有哮喘了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也会增加他的肺功能呢 他说他们做的实验在没在有哮喘的孩子当中 这也是成立的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说 这个人呢 如果这孩子有哮喘了 你运动其实并会并不会让哮喘消失 但是哮喘的病人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 危险 就是住医院呢 或者有别的这种危险呢 那就是说 当他的肺功能降到非常低的时候 哮喘发作 肺功能很低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孩子 如果他原来的时候 肺功能就相当大 那他即便有哮喘发作 他肺功能降到一定程度 但是也不一定会掉到危险的状态 所以对这些 所以我现在呢 对我的哮喘的小朋友 我都是 我以前其实也是 但现在更有理论根据 就是一定要希望他们能够 反而比别的小孩更加经常的锻炼 更加就是说 把锻炼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 需要用药物来控制他的哮喘发作 因为锻炼有的时候会trigger哮喘发作 对 我们要控制他的哮喘发作 能够让他保持他能够坚持的锻炼 那这种锻炼就是 一般小朋友经常必须要做的锻炼 比如说赛跑啦 打球啦 跳高跳远啦 都是这些 就是这些运动 是 我问他这个专家就说 那那个有没有哪种运动特别好 他说 他说现在呢 他是觉得 从他们那里边发现所有的运动 所有的跑步 骑单车 打球 游泳等等 都会对非功能有帮助 那我在我自己的病人当中 我发现游泳对非功能的增加是最大的 我游泳的那些病人 如果他不是有哮喘 只是过敏的话 我们也会有的时候最开始测一下非功能 经常 今天小的时候 有天 坚持游泳的小朋友 长大了以后 非功能就比别人要高20%到30% 这是很常见的 太好了 所以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游泳是最好 但是他说任何锻炼都好 好 感谢这方面的知识 那还有就是像在住在我们美国 好像每一年都有很多人感冒 那么也许每年都repeat都得到感冒的人 有一年突然没有感冒 他就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觉得自己身体太棒了 好像这个感冒在美国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并且全国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因此而丧命 这个感冒跟哮喘之间的关系的严重性 有没有任何关系 是 这里面有的 首先讲就是流感 流感跟一般感冒是不一样的 流感的英文叫influenza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flu 那它事实上是跟一般感冒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病毒 那哮喘的病人 如果你有哮喘的话 得流感就非常容易出现 就比别人比 更加容易出现 这个非功能降到很低 然后就住医院 甚至呼吸机啊 插气管这种情形都会出现 所以所有哮喘的病人都必须每年 我们都是 是require的要打这个流感预防针 Flu shot Flu shot Flu shot不一定100%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 但是呢 如果它能够预防这一次 而这一次本来就有可能会引起一个非常严重的发作 进医院啊这种 那你这次的这个benefit就得到了 流感在消产病人当中的危害是在任何年龄段的 包括青壮年 包括小孩子老人都有可能因为得了流感而出问题 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普通感冒 普通感冒里面 在小小孩当中 他们发现有沉满过敏的小朋友 他在三岁之前如果得Rhinovirus这个种普通感冒的话 他增加他长大之后得哮喘的几个月 增加31倍 哎呀这么多 对 所以这是最新的一些研究 事实上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在过去的十年 有很多的医学家在这方面做研究 那最近有一大批的结果出来 发现有不少这样的Virus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上次也简单的提到了一下 就是小小孩在三岁之前 现在发现三岁之前 很容易造成一些将来容易得哮喘的问题 不仅是感冒这方面 但是感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想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 有些父母啊 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把他们喜欢带回大陆或者台湾 这样远距离的travel 甚至把小孩子送到这个 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去带 这样不是说不可以 只是说有的时候需要多考虑一下 因为在这段时间 他的肺功能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将来变化的时期 好的 我们今天的时间呢 很快的又消失了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嘉宾 他是专精儿童及成人过敏哮喘的诊断 以及治疗的徐安林医学博士 他有一个热线电话 这个热线电话可以顾到 他在南湾的有三家诊所 一家是靠近Mountainville Camino Hospital 一家是Ocano Hospital附近 另外一个是Good Samaritan Hospital 这个预约的热线电话就是408-286-1707 祝所有的人都健康 那么今天也再度非常感谢徐安李医师 谢谢你 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谈了 好 谢谢周乐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 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津津乐道 我将要访问Kendra Go 她是Top1 Investment的负责人 还有ChineseFM.com的负责人Warren Wang 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晚间9点开始 在Comcast 172我的津津乐道的节目 在空中再见咯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